講相關的項目 好嗎 梁安琪議員講到的關於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問題 首先謝謝你對我們特區政府有關國家安全工作的肯定 也都提到關於這麼多類的國家安全的體系的構成方面問題 也都看到國安委為什麼沒有其他司長參議 只是國安司司長和行政法務司長這個範疇 為什麼沒有其他司長的參議 第一是國家安全的工作是非常高度秘密的工作 所以在這方面進行有關的會議的時候 其實盡量去一個非常小的範圍 但是我們有關的行政法規裡面講得很清楚 國安委主席的行政長官是可以隨時召集其他司長或者相關局長 甚至是有些其他的相關機械 可以參與到我們國安委的相關會議當中的 那麼這個已經是有機制 如果一旦需要是可以這樣做的 總官是有這個權限可以這樣做的 謝謝